那我一样会把那个画面 切过来好了 我就分享我的画面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Dedif 如果要计算那个精确年 我刚刚提到就是 YM跟MD 这两个参数其实还蛮妙的 他就是 有点像是你买东西 他会找你多少钱 那找的 有点像是找的个位数字 找的十位数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什么计算 几岁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Dedif 那特别注意 那个Dedif比较麻烦 就要自己打 字不要拼错 因为之前的同学比较 容易出问题 都是那个字拼错 Dedif Dif 然后刮符 前面的日期 就是他的生日 漏点 后面的日期的话 就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话呢 自己打一个today 特别说today的话记得 后面要补两 补一个小刮壶 这个同学常常忘记 补那个刮壶部分 那再逗点 如果要算他的 相差几岁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Y OK 那直接按Enter 或打勾就OK了 那可以算出他48岁 可是48岁到那个8月5号 所以为什么48 其实应该如果不看他的年 他的这个月跟日的话 也就是他应该49岁了 所以他基本上还有月跟日部分 还没被计算出来 所以后面要怎么计算 最简单的方法 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要怎么去串 几岁到天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 我的习惯是 把这边的这个字串 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后面 把它串到后面 所以Enter 双引号两个 然后把刚刚的公司 移到中间之后贴上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 有点像是把这个字串 这一串东西 记得这个N不要 从这一串把它贴到这里 那因为字串要跟公式 要串在一起的话 必须要加一个END符号 END 然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加上双引号 那把字先放进来 串在后面 当然 不过呢 当然你按打勾之后的话 当然看到的结果 已经有 有点接近了 只是说呢 还没完成 它只有48岁 斗点 N个月又N天 OK 那如果N 这个第一个N的话 其实我刚刚讲 其实第一个N 很简单 只要把这个YM 把它补到哪里 补到这边就可以了 MD的话呢 补到这里就可以了 OK 主要关键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接下来 怎么样把这个N改 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公式 这里的话呢 可能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如何把那个 一个公式串在中间 那这个有点像之前那个 VBA里面串个I的这个概念 就是两个双银号 一到中间 两个AND 再一到中间 那中间的部分的话 我们要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 放一个函数 就是这一串 就是把Dedif的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 再放在这个的中间 也就是说把这个的结果 串在这里 但不是说 参数不是用Y 如果Y的话又是48个月不对 应该这边的话 记得 就是计算完 year之后 Y年的部分之后 剩下来的月 那你就可以用YM OK 打个勾 OK 意思说 它跟今年2021比完之后 理论上呢 就是48岁了 那还有剩下有9个月 还有剩几天 那剩几天的话 一样的道理 N天嘛 一样双银号两个 一到中间 AND 两个 再一到中间 再贴上刚刚的那个 Dedif的公式 记得把那个 Y的部分 改成MD 那MD的意思就是说 算完年 算完月之后 剩下还有几天 那就是MD 然后把它打个勾 OK 那你可以算完之后 理论上应该就是正确的 这个人 他1972年的815号 那距离今天呢 他总共活了48岁 9个月又26天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OK 不过他这个向下填满好像会超过 所以我们自己拉好了 向下拉 OK 其他人的生日就可以全部把它做出来了 OK 那等一下当然呢 一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这个结果之后 我希望把它变成VBA 我希望以后就是按下一个按键 自动帮我把刚刚的结果 不需要重做 直接变成VBA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OK 那这里的话呢 可能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因为 当然前面我们有讲过 如果要把 这个Excel里面的 这个函数 要变成VBA 你可能要想说 那在VBA 有没有对应的函数可以转变 比如说像前面我们有讲过 像Find函数可以转成 那个Instit函数 然后其他什么Test函数 可以转成Format函数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那个VBA里面 那个找了一下 其实我也花了一些时间 想说有没有哪个函数 可以取代Dedif的 OK 后来发现 好像似乎在VBA里面 没有一个函数 可以完完全全直接取代Dedif 所以以这一边来看 好像最好的策略 还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就输出到这个 这个里面 会是最简单的 因为目前来看 似乎没有一个函数 可以 VBA里面的一个函数 可以直接取代Dedif 所以我们待会 也许我希望做出来 也是这边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的话呢 就是直接计算年龄 一个按钮一样就把它清除 那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我把刚刚的这个部分 先完成 那我刚刚的重点 一 先用Dedif 取得它的税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把 这一个字串 串到它的后面 那因为里面有两个N 这两个N的话呢 那我是直接呢 把这一个前面的公式 就是复制到这里面来 特别注意 这个复制过来是 两个双引号 两个AND 再把公式放到 AND跟AND中 这是一个固定规则 那请各位 也许先试试看 如果这个做完 还有时间的话 想想看 也有没有办法把它变VBA 两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输出 试试看这个部分 感谢观看